10月21号,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先进轨道交通重点专项 时速400公里跨国互联互通高速动车组在吉林长春下线 专家表示,这是新时代中国高速铁路装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创新成果 此次在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线的列车 能够在不同气候条件、不同轨距、不同供电知识标准的国际铁路兼运行 可以在覆盖全球90%的铁路网上实现互联互通 并具有节能环保、主动安全、智能维护等特点 比如说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四种轨距 标准轨、俄式宽距、欧式宽距、还有米轨 针对这四种变轨距形式呢 我们研究了四种变轨距转向 能够满足这个世界上90%以上的泄露的应用需求 该项目由中国中车组织开展 中车常客牵头联合30余家产学研重点单位 相继在高速动车组系统集成、便结构走行、牵引便流 列车运行多目标优化控制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突破 构建了具有待机特征的设计、制造、试验技术平台 并且最终形成跨国互联互通高速动车组的技术、标准、装备和服务能力 中车常客介绍 互联互通高速列车产品 这既可满足中国高速铁路未来技术和建设运营发展的需求 也为全球轨道交通、高速客运装备建立了新的 具有引领意义的技术和标准体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